前不久,河北伊克大学第二医院接诊了一名八岁的小男孩 小男孩被送来的时候,颈部血流如注 下毒手的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 这名八岁男孩叫峰峰 河北保定人被送到医院时脖子被划开了一条15厘米左右的口子 据峰峰的婶婶回忆 11月9号凌晨,他被屋外的吵闹声惊醒 来到峰峰的房间时,只看到峰峰的爸爸抱着峰峰在嚎哭 而峰峰的整个上身都被鲜血染红了 据了解,峰峰出生不久,妈妈就去世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,峰峰的爸爸在精神上便变得有些不太正常 经常喝酒还当着家人的面打峰峰 事发当晚,黄秋英先是听到峰峰的爸爸又在责骂峰峰 谁知最后竟然用镰刀割开了自己儿子的喉咙 目前,公安机关已将峰峰的爸爸刑事拘留,进行下一步调查 所幸,峰峰手术顺利,伤口已经缝合,可以直接流食 并且可以小声说话了 而说起峰峰在治疗期间的表现,逐刀医生,离铁志,很是感动 给孩子抽完血,喝完血之后,孩子冲我伸出两个手指头 我当时问他,是不是受伤的时候被砍了两刀 孩子说,孩子当时说不出话来,冲我摇摇头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,表示成功的意思吧 觉得自己能够生存下去,我们抢救他,有希望